所以我决定搬家了 台中人 大家好 哇 这个包子了 谢谢你 可是 感觉 应该自己处理 安妞 大家好 我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事情 我现在在我的心里 前面 因为我今天要搬家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的原因 可是 其实 可是 我现在住在新北 其实我在新北的时候 从几个月前 一直有一个压力了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可是 我的脑子里面的一个部分 一直留着这个事情 可是 感觉 应该自己处理 所以现在有点忽悔 如果 人 问台湾人的话 应该 能好好处理 所以我想开始 新的 心情 生活 明白了吗 我想忘记这个事情 我想开始新的生活了 所以我决定搬家了 还有 跟台北跟南部也 比较近 台中人 大家好 我给你收拾了 我给你收拾了 对 是后天 谢谢 后天都不错 好谢谢 好 好 这个真的是炸鸡 这韩国炸鸡 很好 我给你收拾了 肚子 你先给你收拾了 吃 我之前很喜欢 吃 今天准备一班家 我到台中再开箱 安妞 台中 这边是邦州有名的地方吗? 为什么有这个? 哇,来到温泉重乐站了 我刚刚办 温泉重乐站了 完全搬到家 然后出门了 这边是 文化重的站 看地图的时候看到这边 这个站附近 餐厅比较多 所以随便来这边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所以先来这边了 因为我很饿 然后我来这边的感想 感觉没有特别 可是不是那么负责 人不是那么多 这样的感觉 所以先去看看有什么 这边看起来有 牛排还有火锅 等等 看看 很饿 这边看起来 排队要一个小时 人超多 完蛋了吗? 这边 冷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